美国总统拜登10月31日提出对能源公司征收暴利税的可能性 以在中期选举前几天想办法应对高期的油价 美国白宫表示 拜登将发表讲话 对最近几天有关大型石油公司在拒绝帮助降低油价的情况下 仍赚取创纪录利润的报道做出回应 一位知情人士说 拜登将考虑对能源公司的利润征税 因为他试图向能源公司施压 迫使他们为消费者降低价格 全美瞩目的哈佛大学招生骑士案 10月31日在联邦最高法院开庭 原告学生公平入学组织30日在最高法院前集会造势 众多亚裔到场声援 盼望大法官终止教育招生中的歧视文化 不能用心错掩盖旧错 学生公平入学组织主席布鲁姆 2014年控诉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种族歧视 将足以背景纳为录取标准 明显伤害亚裔群体 哈佛大学分别在2019年和2020年赢得初审和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上诉 布鲁姆2021年上诉至最高法院 该案的被告方哈佛大学 教堂山北卡罗莱纳大学为基于平权法的招生方式辩护 指种族在招生过程中值得考虑 可助校方更全面了解申请学生 双方目前为提供证据程序 31日在高院辩论 预计最高法院明年春季将宣判 据NBC10月30日的报道 随着万圣节的庆祝活动的全面进行 加州公共卫生部提醒家长和消费者 不要让孩子们接触到甜味的大麻食品 含有四清大麻分的大麻产品 可能看起来就像糖果一样 比如软糖、放广糖以及布朗尼之类的东西 加州公共卫生部方面表示 大麻食品会导致青少年 可能会出现嗜睡、腹泻、癫痫、动作不协调 口齿不清、呕吐、低血压、镇静或昏迷的症状 甚至可导致死亡 洛杉矶国际机场LAX 10月31日早发生二氧化碳泄露事件 至少有4人接受治疗 其中1人处于危急状态 据洛杉矶消防局的新闻警报 这起事件发生在31日早上7时左右 具体地点位于LAX的8号航站楼行李区附近 据称在二氧化碳泄露前 有人听到机场的杂物间内传来爆裂声 据消防部门称 事故发生时尽管多达100人不得不离开8号航站楼 但没有乘客直接受到影响 消防部门危险品小组被派往机场调查这起危险品泄露事件 据新德里电视台网站10月31日的报道 印度古籍拉特邦莫比尔市一座拥有150年历史的吊桥 30日坍塌 已造成141人遇难 其中包括47名儿童 最小的孩子仅2岁 目前有9名相关责任人被捕 包括翻新吊桥的承包商奥利瓦集团的高管 桥梁售票员和维安人员等 相关责任人将面临诉讼 事发当晚 大约500人买票上桥庆祝排登节 然而该桥只能承载大约125人的重量 有视频显示 此前曾有很多人在桥上蹦跳和奔跑 吊桥也因此而出现晃动 莫比尔市市政官员表示 这座新翻修的吊桥是在未尽官方许可的情况下 于10月26日向公众开放 另一名官员表示 桥梁翻修公司本应在吊桥开放前 公布翻修细节并进行质量检查 但并没有这样做 也没有从政府那里获得相应的资质证明 目前此次坍塌事故的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 印度陆军、海军和空军都加入了救援行动 慢慢 Lil'发现了 店封,逊面军的集团 店封,逊面军 新衣,也许可有数字配置